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终点的这个观念 到底什么是终点呢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假设在竖线上有AB两点 A点在右边 B点在左边 那AB的终点怎么定义呢 在哪里呢 终点到底在哪里 我们可以顾名思义 终点就是最中间的那一点 最中间你用点可以把它点出来 就在这边最中间 那在数学上我们怎么样定义最中间呢 在数学上讲最中间 我们可以说这个点呢 我假设叫C点 到A点的距离 和到B点的距离 这两个距离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说C在AB两点的最中间 也就是说C是AB的终点 到两点到AB两点等距离 的这个C点就是AB的终点 到AB两点等距离的点 就叫做AB的终点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比方说这个例子好了 A点的坐标2 B点坐标-6 它的终点C 那C点的坐标是多少 A点坐标2 B点坐标-6 2跟-6的最中间那一点 好 我们先看一下2到-6 一共几格呢 从2走到-6 2减-6 大减小 代表距离 减掉-6等于是加上6 所以呢 从2到-6呢 一共有8格 8格 最中间等于是分一半 到A点距离 跟到B点距离都一样 也就是8的一半就是4 那中点是C点 也就是说呢 这个C点呢 跟A点距离是4格 跟B点的距离也是4格 那C点坐标 想想看 应该是多少呢 你可以从A点 往左边算4格 2减4 C点坐标-2 或者是从B点呢 往右算4格-6 加4 算出来也是-2 这个AB两点的坐标 和C点的坐标 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感觉上呢 这个终点呢 就是一个平均的概念 就是平均 AB两点的终点 就是在A跟B的最中间 A跟B的平均 A跟B各退一步 A往左边走4格 B往右边走4格 达到一个共识 达到一个终点 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 终点的概念 就是平均的意思 所以C点坐标 它是AB两点的终点 C点坐标 我们就可以用平均来说 就是AB两点的平均 负6加2 平均加起来 除以2 加起来除以2 所以请记得 终点就是 相加除以2 相加 终点是一个平均 所以它的算法是 相加之后 再除以2 跟算距离不一样 距离是用减的 算终点是平均 它是用加起来 除以2 感谢观看